歡迎大家收聽今天的曲盤好時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錦昭 我是王昭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位 這個是已經 我們從小大概都聽到了這個音樂人 是 永遠的25歲 25歲的譚校長 是 沒錯 溫娜 舞虎 譚校長 這個是很資深 我從小就聽這個名字聽到大 對 我們收藏家來講 他的唱片也是我們很喜歡去追求的 這只是要打破跟會計之間的協定 就是每一片都要收藏 也沒有啦 就是 當然 其實湯校長最 我們收藏家普遍認為最難收的 應該還是由 他在1981年10月10號出的那張 《你的凌望》 為什麼 這張是最有名的一張嗎 基本上是他的 應該是說 算是他的首張 首張專家 所以大家會回溯去追這一張 那時候的出版量又少 不以稀為貴 哇塞 這個黃老師在空中教導了我們很多 這種收藏的道理 基本道理 對不對 哈哈 對 錄要錄得好 對不對 品項要不錯嘛 這當然是基本的 因為聽起來就會好聽嘛 是 那數量上如果就可以的話 不能太多 對 對不對 可能不同的時間點啊 可能剛好是 某一些這種 比如說黑膠跟卡帶CD之間的那種 準備要轉換的那個年紀 對不對 那個可能黑膠啊什麼的 製作的產品 就是數量就變得很少 是 那從那個地方去 就可以推薦說 如果那時候剛好有一個很好的作品 那他可能那個黑膠的數量就不多 沒錯 那個對你們來講應該就是一個 其實我覺得收藏不外乎就是物以稀為貴啦 對對對 那再來就是他的這個歌曲 是不是紅歌 那跟這個歌手是不是屬於有一個連結 對對對 比如說這是他的首章 那因為首章畢竟有時候數量都會比較少 對 那比較少的話 他的這個大家都想要嘛 對 那大家如果都想要那就比誰的口太深 啊 大致上都是這樣子 對 因為提到物以稀為貴啊 我是覺得這種很增長版很限量 就像我們早期的這個 去年在聽尤記你們提到的走音天后對不對 是 他沒有賣的啊 他沒有賣嘛 對 他就是自己壓一壓 自己壓開心的這樣子 對 所以留下來的數量又少 所以你說他的知音呢 不小心你也收到一張走音天后的曲盤 我覺得聽音樂有時候 你可以從一個很多的不一樣的角度去聆聽啦 那像 我們如果在聽這些流行音樂 對 有時候 你的 一樣一首歌 可是在很多人的心中會有不一樣的故事 對 沒錯 那這些故事或許 對你是有一個感情的連結 那或許在別人的身上 他可能比較不知道 就像小時候我們看到那個什麼 上海灘有沒有 許文強 你的許文強跟我的許文強不一樣啊 對不對 對啊 你的叮力跟我的叮力不一樣啊 對對對 我們上海灘的記憶是周星馳 對對對 所以那種感覺會不太一樣 譚校長就從以前到現在 都還是一個很經典不敗的一個音樂人啊 所以你看到現在他還是在這個檯面上相當的活躍 甚至他在2010年 算一算一快15年了 15年前溫娜 武虎 這個一起來台灣的小劇站開演唱會 這個就是回憶殺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這個絕對是回憶殺 首度啦 他們成軍36年以來首度登上台灣小劇站來開演唱會 是 光提到成軍36年 這個36年 都快比我們的命還長 哈哈哈哈哈哈 對啊 製作人不要笑場好不好 這真的是很厲害啊 對不對 對啊 對啊 那甚至在2018年8年之後呢 譚校長自己來台灣喔 這個更猛了喔 這個是他出道40年的世界巡迴演唱會 也是在我們台灣 哇 出道40年 出道40年 這個應該可以打破很多紀錄吧 對不對 因為他2018年來的時候 他已經68歲了 哇 對啊 所以紀錄像上面是這樣寫的啦 他是小巨蛋這個 有史以來這個登錄的演出者年齡最大的 68歲 68歲在開演唱會 可以啦 可以啦 我可能不行啦 68歲就可能要被推出來 呵呵呵 對 不知道是用推的 還是用扛的出來的 不太不太容易 對 而且他也是資歷最深的紀錄保持者 40年 40年 應該 呃 很不容易啊 對啊 你要在意 你的資歷如果是40年 應該要遇到對手不多 對不對 對啊 真的啊 你要遇到對手實在不多了 對對一半被市場淘汰掉了 一半被歲月給淘汰掉了 對啊 一半已經離開地球了 對不對 很多啊 對對對 很厲害 這個真的是 呃 最強的紀錄 最強紀錄 而且他來也不孤單 他會跟我們這個時下一些比較很知名的一些音樂不同的音樂工作者合作 例如說邀請A-Lin來擔任他的演唱會的嘉賓 你咧 那你應該很開心吧 可以跟前輩 超棒 可以跟前輩 不要說前輩你這樣 就是 譚校長永遠的25歲 是 搶搶聯手 是 沒錯 對 不要亂講話 沒有 製作人準備掐你啦 沒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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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光是這個資歷 剛好就可以 一定是可以成為我們這次要介紹五集的這個港型的單元裡面 而且我覺得溫拿五虎他們也感情很好 他們之前有一個 你該不會溫拿五虎就一虎就是一集吧 沒有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他們之前還有 他們之前還有一些約定 他們約定就是每五年 他們就要聚集在一起做一件事情或是什麼 這是他們的一個承諾 這裡還是哪裡來的資料 所以他們完全都一直在 我覺得他們就是那一種 相聚一次就是少一次這樣子的概念 對不對 老闆你把場面弄得這麼趕傷幹什麼 沒有 我覺得這個是 不管是團員之間的一個零聚力 或者是因為透過音樂 他們一起走過來這樣子 我覺得到了這個年紀 他們他們的思想 還有他們的一些人生的回憶 那個都會不太一樣 很迷人的 非常迷人 對 沒錯 對 所以在最後這個譚校長的介紹的節目裡面 我們要安排哪一首歌當作今天的片尾曲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由譚校長自己作曲的 在1990 由他作曲 潘元良老師作詞的卡拉永遠OK 這麼輕鬆愉快的一首歌曲 很不錯 如果我們永遠都可以唱出這些音樂的話 那是永遠OK的一件事情 是 沒錯 OK 那麼希望今天為各位安排介紹 譚校長 譚佑玲老師的這個節目 各位聽眾朋友們會喜歡 那相關的節目內容訊息 請上城市廣播網來搜尋 同時也可以透過IG APP YouTube Podcast等連結來重聽 另外聽眾朋友們有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到木格音樂工作室 以及曲盤聽講文化工作室的臉書粉絲 專頁來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Yeah 心在你患中沉醉 Yeah 情重的回憶 以被你指教信中的過人風吹 歌唱完有誰來悲 啊 就難說心中滋味 啊 管他誰是誰 管他昨天明天是錯是悲 只有姐弟才是我唯一不變的堡壘 Yeah 不管喜和悲 看啦 永遠OK 看啦 永遠OK 幻夢到火碎 看啦 也會OK 願意你個身中交位 留住所有安慰 永遠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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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Number の家 及達外ENT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了也会OK 寒意泪若生中加味 留住所有安慰 永远OK 永远OK 不管是何悲 寒意泪若生中加味 留住所有安慰 永远OK 永远OK 取盘好时光 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 愿与你回首细数 收获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